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觉得包含其实在这两三年来 看到明镑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 就也希望说可以把明镑做为主题 那所以就是我就跟这个GDP这边一起来讨论 看我可以如何把明镑这个主题如何放进来 做黑客手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我自己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其实我大部分的经历 我这十几年来都是做的是有关于NGO的工作 还有政治的工作 那我一直到去年为止我都还在我都还在选举 我自己有选举过我也帮别人选举过 帮这个就是现在最有行的就是招浪子 然后帮这个曾经帮这个小英总统补选过 然后也在自己参选过市议员这样子 然后也有帮有帮忙这个到去年为止 都还在这地方的选举帮忙做市长的选举这样子的工作 那所以其实在我想要谈这个问题 就是在为什么会想到跟这个明镑做结果 因为我在做这个地方的政治工作的过程里面 发现很多的明镑的主题 其实跟目前的我们今天要谈的都可以扣脸的上 因为接触到很多一般基层民众 比如说我们社区里面会有保全人员 会有社区的管理员对不对 可是他们在明镑的系统里面 后来我发觉我就跟工会的一些人事台 他们竟然是没有角色的 全台湾有将近20万的保全人员 跟大核的管理员 可是他们在可能国家遇到 万一遇到这个战乱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角色 可是他们角色其实是对于社区来讲不重要 那我就在想说奇怪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角色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们角色可以衔接的上 到目前的台湾的整个民法的系统里面 那台湾有民邦法 可是既然民邦法里面没有纳入这些人 那我就觉得奇怪 这个是在目前的都会 尤其都会地区发展的情况下 这个可能这个法律上也要好好来思考 那也遇过很多的社区的林理长 也在谈说最近这两年 大家看到乌俄战争这些议题 这些林理长也在担心说 我们的社区里面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而这些东西回到政治部门 政治工作者有时候往往也在思考说 那到底怎么办 其实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 那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民间其实是很有力量 民间社会的力量 比如说透过 现在有很多人在努力 包括今天的黑熊学院的这个发起人 这个沈柏洋老师 然后Kuma 他们也长期在做这些相关的工作 苏子云老师 他也长期的投入关心国防的议题 国家安全议题等等 那这些东西都其实是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食物很多的密切结合的部分 那我也希望说 透过今天这场讲座 让大家可以 在两位讲者提出的报告当中 去思考说 你可能会有新的想法 或者是说你有新的解方 如果你有什么样新的解方 未来比如说10月份的这个黑客 他也将会来参与 提出自己的解方 那到底不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我觉得 因为当其实听到说 大家都来自于各个不同领域 有医生 有技能 我们也有在做IT等等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本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来自于不同各行各业的 百工百业的人 都在关心说台湾的未来该怎么办 那面对可能发生的战乱 战争的情况 我们今天最重要是说 我们如何把我们平时 大家平常的这种生活 要转为暂时生活的时候 如何可以更具体 或更具体 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这个准备 包含说我们自己的心理准备 然后物质上的准备 都有很多的可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因应 那我想就是 接下来要交给两位的 讲者会用很快速的时间 来进行他们的简报 那其实最重要是 待会 两位的讲者 讲完之后 要跟大家共同来互动的时间 因为 在讲的过程里面 可能大家要开始去思考说 你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解放 也许也可以提供给所有人来做参考 那在这个过程 比较像是一个脑力激动的过程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进一步思考 说 带脚的办法 好 谢谢主持人跟一三杯 还有各位在场的伙伴 所以就是说我以前 好早的时候 2014、2012有参加过一些 我记得有一场是在那个 那个山景 对面的一个地下室 我忘记那个地址了 所以那时候感觉是一个隐秘的一个 那个空间 不晓得为什么 那我的认知是 大家都是一个就是说 像刚才那个 就是中宇说的 我们是一个 劳力激动的团队 所以今天不是上课 就是把我一块拼图丢出来 给大家那个去分享 我们来拼这个巧克力 是里面是包牛奶的 还是说包花生的 或核桃的 各位可以一起来 想帮台湾增加这个防卫的力 基本上就是国防 还有民防跟新防三个是 一起牵连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我先定调说数位民防 那看到很多各行各业 百通百业文武的都有 就是很感动 有在医学的 有在经济的老师 等等 我们都一直在想办法 就是来看 我们可以以小伯达 对抗革命的坏银居 历史上以小伯达成功案例 非常非常的多 说三次非常 所以一个就是说 像大纳奥马拉松 那个就是祭面马拉松会战 就是小小的雅典 旁边俄大大的波士帝国 交出你的土鱼嘴 我就给你那个保持雅典的生活方式 这叫做一波两次 雅典人就回去投票 No 不要 他们什么事都投票 就是用少少的兵力 去打败入侵的波斯人 这个拍成三百壮志的电影 那是真的 只是当然场面会夸张 那后续的萨拉米斯会战也是 庞大的波士舰队 就是跨海而来 结果被小小的 那个就是雅典 跟希腊联邦的这个 舰队给击败了 那好多好多 这是死前 不是死前 就是说以前在冷兵器时代 冷兵器时代 靠了就是肌肉 跟青铜兵器 都可以这样子一朝正多了 好 那今天我讲就是 暂时定调到数位民房 因为我第一次体验 就是在08年 就是我们明显很多IT的工作者 08年的时候是什么 八八风灾 他们超越政府 快速的用这个地图 等等的技术 接收资讯 标出哪边是受害点等等等等 来帮助一个 当时抓过父亲节的政府 就是 快速的可以投入救灾的人力 跟兵力 我讲那个 那个要过过父亲节 那个故事 大家不晓得 我记得这典故 就是当时行政院 因为某位高级长官就是 在听到小林村可能面吹的时候等等的 他打电话 接到记者电话 他还跟记者这样说 今天是父亲节业 他一直说他回去跟家人示范 好 那第二个 我们很快速时间有限 就是 乌克兰 就是被俄国长期这样子 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 小绿人 刮刮刮刮的 他们在欧盟的帮助之下 有成立一万两千个营队 就是专门在对抗那种数位内容的 错假讯息 刮刮刮的 他就是一个还不错的案例 那在去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乌克兰他们的一些IP的志愿工作者 连结国外等等也发到很好的效果 我大概会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 那数位民法 我先用这个表面 今天我的简报会比较奇怪 就是 看起来图会不对势 但是内容其实一样 第一个数位民法 我想第一个是协防 他不会是物理世界的主力 物理世界还是要靠火力 去阻挡敌人的入侵 可是在虚拟的这个空间里面 数位就很强了 甚至有机会可以去主导敌人的物理能力 也就是说让他的物理攻击失效 或者甚至是对他自己产生的负面的效益 所以我们先定调说是协防 第二个如果 看到黑客充的精神 跟各位可能可以从普通行业可以发挥的 我想谈第一个是 资讯的基础设施 大家说 哎呀 那个打仗的时候可能我们14条海岚 这些什么都被切断 我们就是 网路就完蛋了 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 从网路还在 你没有了这个海底电纹 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跟世界联解可能 就是挂掉了 或者变成 很有限 第二个 岛内的这个资通讯系统还活着 不要忘记我们有14万个基地台 就是说 依照统计 这些基地台可能被全毁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地下光 也还算是ok 那一定会受影响 因为一些机房 ICT等等会受到那个冲击 所以可能会到时候变成 台湾岛内这个就是局网还活着 那部分受创的话 这些可能会变成 南部中部北部等等 会各自变成被切成小区块 那要快速的修复等等的 这是硬体的部分 你没有了这硬体网路 你才可以谈 你在数位上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概念 怎么让这些基础设施活着 好 那我们之后是buck up上来 先从岛内的这些 还有被活着的 这些资通讯的硬体来往上推 我觉得这样更符合实际 因为我们现在平常也很奇怪的 动不动上下 上下载就是 就是几十个tica 那在占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么多的 所以在硬体的部分 我想就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那些挑战 那再来就是基础设施 又涉及到 我们可以讨论的 譬如说很讨厌的蜘蛛网 就是大家大街条像那些 有线电视那些 cable 其实他们都知道 现在已经变成上网 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他们的存活率也还ok 无论如何我们先定调 暂时的时候 或大规模天灾 或是外星人打地球的时候 我们岛内的这些 就是基础设施 还会有一些作用 跟人体一样 这是基本的 这个维生系统最不好 那再来就是谈数位据点 这是我的概念 就是跟各位一起 一起可以再发想的 我们要从实际时代的思考去想 就是如果在这种大规模 紧急事态出现的时候 我们黑客松是不是可以 就是扮演一个民间的一个 数位碉堡 我写句点可以去 数位碉堡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确认未来的这个 威胁环境的时候 岛内这些大部分的印刷内的 还可以运用 但是跟世界断线断裂了 可是低轨很快就会落地 低轨卫星 那低轨卫星大概是20G 它的频快 你要分享给所有的用很少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 志工群体里面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数位民房子 如果真正灾害出现的时候 我们有个低轨的接收站 那这里就是一个据点 那就可以透过这个 就是资讯流的那个管理 就share给岛内还活着的 这些intranet 可以变成有限的 可以跟世界连接 那当然这个低轨的那个接收 端越多的话 我们的数位碉堡越多 那当然可以流通的资讯就越大 那当然除了这个马斯克 它这个有点就是红色蓝色 我们搞不清楚的这个资本家之外 还有那个就是英国的 就是卫星也可以考量 还有E卫星 还有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海式卫星 就是商船的船员在船上可以 发email或者是可以看一些 就是比较低解析度的影片的 这些都是提高我们存活的 就是一些选项 所以不要只是迷信 伊隆马斯克的地图 很好 它的很不错 可是我们要更多 更多元的分散风险 那第二个就是回到过去 我不晓得各位以前有没有驾站的经验 如果在暂时的时候 想大型的伺服器或等等 可能就是 不是停止功能 就是缺电 不然的话就是 它可能没有办法持续运作 因为大型的伺服器耗能很高 所以回到一个过去 我们不要回到未来 回到过去 就是如果一个驾站的伺服器 你大概可以算出它的功耗 就是电源供应 然后你装SSD 它的耗电比传统的HDD来的少 SSD你装500D或是一个TB的 还可以就是可以维持一些基本的功能 不要像说 对现在的确就是不管各个公共设施的 这种大型伺服器功能很强等等 可是我们考虑是暂时 在人体受损的时候 所有的血液跟氧气会先输亡 这是重要器官或脑部 所以一个国家的存活任性 看来是这一个核心功能 那各位就是不管说 这个要在数位民传上面 怎么去协力 我想第一个我们要限出目标 我们先讲想定 想推论以后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这个Sanary有什么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手上工具 就是组成 还是可以持续运作的 一台电脑 那个电源供应器大概算400瓦 就可以有基本的那个驾站的那个部分 那只要连到intranet 接着我们的数位碉堡 可以连通有限的这个卫星 你就可以帮导内资讯传出去 把外面的资讯传进来 share给这个intranet 那这数位碉堡越多 当然就是彼此之间的共享 这是一个可能要讨论的协定 那可能在以后的大松 就是10月的时候 可能可以讨论一个 存暂时存活的那个另外一个网路生态系 这样子我想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那届时你在谈要放什么内容进去 但是第一个先说先说 学跟人体跟自然界学 遇到就是紧急状况的时候 人体的血管收缩停止施血 那保存重要瘴气跟大脑的运作 所以暂时的时候也是这样 you can 就跟很多外媒都在问 你们台湾97的能源都一太进口 对啊 没错啊 中国反复会起来 对啊 没错 第一个我们有增加这个相关能源的储存 第二个大家忘记了 就是我们的能源结构里面 民生用电跟那个基本用电 暂时9.7 就是在战争的时候 国家不会说还是让你工业全面运作 定会把这些人集中给民生部门使用 那回到过去就是以前我在玩电脑的时候 那些这些一些应急或是等等的方法 在现代有了新的意义 那第四个是攻击防御 我们谈的防御 但是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等等 还有就是北欧国家秘方首射等等 有数位专长的各位也可以就是 在国际间可以有这个保分十五的部分 就是像乌克兰正式做的 他们号召了国际的这个数位志愿军 还有就是让国际间的这个网路的大公司 都是可以集结就是拦阻 俄罗斯流出的错假讯息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谈防御之外 这是一个可能的攻击点 那第五个就是作为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界定了 在暂时我们的频宽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频宽之下 就是刚才讲了一个卫星是20gb 20gb的频宽 那你要share越多人当然频宽就降低 所以为什么说数位雕炮很重要 就一群有专业能力的人 然后不管他是就是IT的或是其他的人 他可以散用这20gb的频宽 那上去上链下链之后 再share给那个intranet里面的其他人去使用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就是国际宣传 那第三个就是号召的技巧 就是号召 比如说你从乌克兰经验 他们号召国际志愿军等等 还有发现就是乌克兰的数位部 他们也接受国际的这个donate 就是包括就是虚拟货币 就是donate 而且号参1美元就好 就很感谢为什么 有没有人想到为什么1美元 很感恩哦 为什么 那个是激起你的参与感 就很多人可能没办法一次捐100美元 或是10美元等等 他1美元好没关系我就捐了 可是你要投1美元 你就已经有投资的那个概念 你就觉得我帮了一个事情 所以就持续关注 那持续会告诉别人 他变成你很很好的一个伙伴 所以重点乌克兰不少 不会少那个1000万美元 100万美元 他要的是那种人的参与感 所以这是1美元原则等等 也许到时候就是有专长的 各位就是可以在网络 在国际间就是用各种募资品牌等等的 就是号召1美元支持台湾 这种这个概念可以在精致化 那这在经济上 这等于是可以产生那个跨领域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谈的都是一些 就是不只是 是IT等等的 我观察是这样子 就是 譬如说欧盟 北约 他们在反制俄罗斯的这个 Hipry warfare混合战的时候 他们新的一个战略 就是反制混合战的一些思考跟政策 他们整合团队很有趣 第一个当然是IT IT的人员工程师 第二个是社会工作者 包括社会学者等等的 第三个是神经学家 就是医学的 他从这个就是不同领域的部分 他们把审核起来 变成一个联合团队 那看到这个讯息 他是怎么又是这个使用者会产生兴趣 这是神经科学的 视觉的听觉 因为认识作战就是从心理学来的 就是他怎么去激化一个 就是看到你这个要传播的图文或影像的人的那个 神经的机理反应 那放进去 那接着社会科学家就去做那个社会工程的逆推 比如说这群体怎么渗透 传统上 微笑 哭的话可以有一个人际的渗透率 就是悲伤的故事 我告诉你 我看好难过 所以你听说 有可能不会去告诉别人 或者你告诉第一层你比较好的朋友 可是微笑的话 就有四个人际的渗透率 所以就是在传播内容等等的话 就是会用比较温暖的 就是可能 我告诉你一个好笑的事情 等等 我就会乐于告诉别人 这些都是我们在讲 啊我们要反制中国认知作战的时候 一些 除了你的热情之外 有一些传播的技巧 在数位世界里面可以穿透的 也就是 现在讲的information warfare 跟那个cyber warfare 以前都都交资讯战 现在是比较细密化分开 information指的是数位内容 那个cyber warfare 就是指的是 传统的硬体跟软体的攻击等等 这样我们谈就可以更有焦距 好 接着我跟各位谈一下 这是 这只是一个 这是讨论方向 接着我举一些实力 大概在5分钟就好 好 那我们在谈数位民防之后 还是要记得一个事情 先谈个人的安全 因为人类的机制 所有动物都叫做战与逃 你要战还是要逃 永远会让 这是那个 这是面对危机的个体会纠结 所以我要先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 他才有才有办法加入战 所以不要讲伟大的那个国家等等 先从个体 individual开始下去 他都拿不上来 所以这个请大家看一下就好 那民防有很多手册 可以 那一般救难包 以前我们在面对9A地震的时候 正体在推一些救难小书包 你们要放什么东西等等 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可以再 就是进阶一下 就是这个一般的救难包基本就急救能力 但是我特别插进去这种持续性的装备 就是你不要飞持一个矿泉水吧 那类似的 可是带一个就是过滤器 像这种的 简单买一个大概两三百块 就是你可以持续的 就是算污水你还是把它过滤出来 就变得比较好的银水 你要带一个滤水器 这个概念会比你带10罐 持平矿泉水难道好 同样的就是维电一任手摇的发电机 然后跟结合收音机的 这是可以输出 USB5V的标准的输出的 至少可以让你的手机 可以维持完全干掉电池的情况 这是可以至少可以用个四分钟 阿父啊我没事情 好再见 这样子就是一个新房 这样子 那Internet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跟政府已经建议他们 大概也可以了 就是每个基地台 就是装100到200瓦的太阳冷板 因为基地台的功耗大概是120瓦平均 就是这样子可以让基地台 就是持续的存活 或是靠UBS 就是一个电池 真的或是24小时 200瓦的太阳冷板 现在很熟 我可以以前比起来等等 大概有专业的伙伴可以再分享 所以这个就是持续性的东西 这是可以先纳入你的参考 那刚才你的需求不同 但是一个大原则是这样 好那第二个就是强化人员避难 同样的是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才有办法保护社区 保护证协助证 这是各种应变手 还有医疗的资讯等等的 那第二个住家附近的病压所 地下设施停车场就已经很战战了 这是相较于乌克兰或其他国家来看 台湾的地下 这个地下室照政府统计 它来融流3500万人 所以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第二个你想象中的防空洞 一定要像瑞典那一种 就是里面有澡堂等等的 那个是抗核弹的长期生存 不可能容纳所有国民 那是一个诺亚方舟的概念 如果核弹下来 这些人掏进去都可以活个6个月到12个月 那一般防空洞地下室就最好 如果再靠我们的建筑标准就是 12层楼这种标准 台湾看到大楼的楼板 楼板大概是15公分左右 所以飞弹打来的时候 或炸弹掉下来的时候 有击中屋顶到大概有算过到7楼的时候就引爆了 所以地下室的人绝对安全 所以在躲避空袭的时候通常是下去 像防空袭放哪下去 又下去躲了15分钟空袭就出来了 所以一般这种面对这种空袭的话 地下室设的那种储存物资不会太多 这是可以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就是台铁 这个什么台北的台铁 台铁 高铁跟捷运等等 这些地下坑道跟厂展 其实是很好的苏山的设施 包括政府机关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储存一些战备物资等等都是 甚至捷运列车 他们就是可以接受建议改成 或者台铁的列车改成地下指挥所流动式的 台北有大概已经超过120个捷运站 大概算一算有500个出口 每个捷运站大概10个出口 所以对于这种就指挥或者是等等的话 你在地下移动 确保医院人员就是相互支援 就有地下列车 还有就是紧急药品输送 我是说地面上如果不可以跑 基本上还可以 是这个部分 就是可以好好用 伦敦在二世大战后挨了1万2千枚飞弹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就V1 V2 我觉得希特特是可能有外星人资源 很多现代武器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噴射机 夜市 夜市作战的装备 还有这个飞弹等等都是 伦敦当时挨了1万2千枚V1 巡运飞弹还有V2 战刀飞弹 他们没有投降 伦敦地铁好多故事 这里有留英国 或留欧洲的同伴 伙伴的话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那是很有温度感情的 那再来就是刚才介绍过 这个手摇通电系统 那还有就是 在保护家人跟那个等等的话 公司跟你的七机车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散储存 储存物资的部分 如果你租的房子 或者等等不信 那就是被摧毁的 至少要有个第二个 就是储存点可以去拿来应急一下 那这当然每个人可以有不同创意 有些在郊外等等 有家人都可以储存 这里讲的是被上风险 这个概念而已 那最后就是以外求生 就是台湾最近的陆云峰 这些很多知识以外求生的知识 可以转用 不管是面对天灾或是战争的时候说是 那这里面有好多 好多知识 今天就先跨过去 就是以后我们在数位上面 可以弄成一个APT 请问你的地点在哪里 附近有什么资源 我教你怎么用 那个汉山脱起来 或丝袜脱下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 紧急过滤水的器材 那因为那个女生的丝袜 有什么几木 还什么什么 那种 我忘记那名字 就是越密的话 就是越有保冷效果 那越密的话 过滤水的颗粒也就 也就越多 所以这都是紧急应变 都可以用的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 简单讲一下 就是风险迪惑 跟冲击 这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个人的安全等等 然后再到机关 就是不管你的公司 或是你的学校 或是保护我们自己黑客松 我们黑客松是核心指挥部 到时候我们可能分散出去 可能全台湾有 一两百个数位标堡 那这东西等等就是 先保护自己 之后就可以保护群体了 那就是障碍冲 新的功能的业务 是什么 可能大家自己谈点一下 再用地下空间 不管是公司社区的 那像说平常我们看台北地下街 还有就是一个书店等等 其实它是地下大概16公尺 我大概目测看过了 地下16公尺 那个防护力是很好的 一般的飞弹打到穿不过去 所以就是说 散任我们手边旁边 已经既有了一些设施 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相望很纯活 好 那最后刚才提到思考了 这个部分要拜托各位伙伴 那就是很快速的想象 譬如说这些人提出来的都是 也许是善意了 可是会对我们现在的民进世纪 部队世纪造成影响 最近这两天在讲抗弹板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在拍卖网就被买到了 那这个抗弹板是国军正规的装备 还是说是瑕疵品流出来 因为你们知道在业界 大一波都知道 我生产一批产品可能会有瑕疵品 那那个什么会检测不过的 可能就会放在仓库 那就是当然瑕疵品卖出去 有点像鸡 你在玩户上 你可以摆到一些福利品等等的 你拿这个来测 都告诉全台湾的人说 你也不行了 这个部分看怎么去 我们在数位内容上面平衡一下 同样的 这是很多热心的人说 台湾军队不行都在刺枪 那 不好意思 这是2023年今年的1月19号 英国国防部 他们派去立陶宛的军队 在大雪中刺枪跟国军一样 为什么 因为刺枪它不是落伍 它只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体能 基本训练 可能像99生发表 但是我们很多可能热心的人 会把它解释成 国军都每天都在刺枪刷油漆 拔草 这里有没有当兵1年以上的 我当兵将近1年10个月 我刺枪每个月刺1次 就基本的 那么熟悉 拔草1年拔2次 刷油漆1年刷1次拔 就是下基地的时候 看他抵了 我之前的部队脏细细 就把油漆刷一刷这样子而已 虽然很多没有当兵 或是说偏薄人的知识 一直在社会传播说国军不行 这不是英国的事项而已 这是大家想办法 就是说 我们怎么让民众更理解呢 国军要改革 我们不用替他擦粉摸汁 可是你过度的解读 那只是长面自己威风等等的 另外一样 这是英军持枪女生 这也是英军 这是澳洲 澳洲 就是那个作为 就是一个基本的培养你的勇气 跟你的肌肉基地 那你操作枪械的时候 就会比较是反射性动作 不要忘记了 神经 肌肉神经 或是人体的神经 有记忆的功能 不是只有大脑 好这个也是 韩国的女生 还有在澳洲的女生 没有人说是澳洲跟英国是落后的部队吧 没有吧 英国就是还有好多证据 我找出来 打草 这是美军 你看他没踩服 然后就是你看新闻上说 国军都在打草 都在找树叶在割树 好落伍 大概好浪费时间 他是要炒作一个什么样的效应 我不晓得 不给那个就是先入文组概念 可是我们平衡的话 在数位内容上面可以让大家在思考 甚至 这个是驻日美军 就是帮助基地周边做清洁 他们也不是每天 就是可能一记一次 那这个是在美国本土 美军你看后面的皮卡生 特别多就知道是美国基地 那这个也是 还有 采检素页 这个也是 好 那 连陆军的飞行员都出来割查 但有点像我们大学的劳动教育 有些东西 他可以外包的 他不用 他只是说让你可以对自己环境负责 那这个只是一个比例原则 都一样 还有刷油漆 还有刷油漆 美军也刷油漆 还有这个清洁浴室 有更恶心的清洁马桶 就不好一直放出来了 好 这个也是社区清洁 这个也是 而且他们也是边打扫边嬉闹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国军那个解读 有时候是过于极端了 这个也是就是参与海灘环境的清洁 军队有地球日的活动 那你作为一个企业 你会清沙滩 你会说这个企业每天都在打扫吧 我们看到什么投业 不要讲品牌 某个汽车公司的 还有我们绿沙滩清洁 我们爱地球 他没有365天都去 他是一个环境清洁日 所以现在我讲的意思重点就是说 当我们国军某些活动都会被放大成 好像一直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美军阿兵哥在做室内的打扫 这个是浴室的 这个就是 一样 就是说 有点像办公室以前我们看到的流行的短片 就是大家用那个旋转椅 在办公室里面走到那个塞车 二倒一下 有时候反应过度了 这个也是 好 那再来就是讲到我们 哎呀国军都不打实弹了等等 那时候外国军队都只做那个 就是很屌的那个 运动射击 边跑边跳边射击的 no 所有的军队都一样 在第一阶段训练的时候 都是乖乖趴在地上 如果你连这种固定式的射击都不会的时候 怎么可能就要求你就跑跳呢 跟人飞比一样啊 所以设计训练这个趴在地上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那即使是美军跟新加坡 跟新加坡部队 看到这个是雷射的模拟枪 他们也不要用实弹 第一个是因为就是那个地桥人手 第二个是就是环保需求 因为子弹进入土地之后 会有重金属的那个溶出 所以现在各国主要都是说 把厂要嘛用高成本的防胜水的设计 然后每个月怪手去把土拍 把子弹挖出来减少重金属的污染 布马就只是说像这样子 开始不是铺马 铺马 就是又结合这种雷射等等的 就是或影像科技做的射击 所以当然看到说在指责国军 啪啪啪啪啪之后 可能我们要平衡思考 大家来看看说 我们本来帮他做那个 那个就是新加坡部队 那一样这个是美军 就是也采用这种模拟射击 那有教官在变老权 就是跟这个学员对话 那这个是美军的 就是正规的射击 就是在野外拔草 那也是这样有莫瑟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就是有些人 对军事有兴趣 他只强调说外国的部队 是如何在这个室内进行 哇好厉害的那个就是战车 作战动作 那就是这样这样 那看国军一副都是不卸量 我觉得是很骗魄的 这部分各位伙伴可以想看 我们怎么去平衡这种 就是社会上的一个谜音 我称为谜音就好了 那接着就说提政部 这个是大国的军队 外籍兵团 各个国家不同的话 他们很好玩喔 这是意大利的 这是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 就是军队的那个就是礼仪 就是一样 就是也会有不同的那种步伐 那这也是中 意大利的那个救护部队 就是卫生兵 他们很骄傲女神医 这种小正部 他们都是有军阶的喔 那只是说传统上 大家都是 意大利可能就修女的形象 救护等等 那这个是西班牙 这是 这是法国的 简单讲就是现在 比如说举的案例 这四个就是现在在你我旁边发生 一个是抗弹版 还在延烧这个新闻 第二个都是刺枪 第三个都是军队是打扫 第四个就是踢正部 最后补充一个就是法国军队 他们你看每次阅兵 他每年阅兵的时候就是外籍部队 外籍兵团有自己的正部 正规陆军有自己的正部 那装甲兵有自己的步伐 就是他更多元啊 就是说法国各位都知道 他就是你这个部队有你的传统 你自己设计就好 你们走的漂亮就好了 他不会看啊比如说 就是到底你是踢正部这样 因为每个国家军队都知道 这种只是军队离 就跟你在公司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做业务的时候 会有个基本的那个 就是你好我好 等等那种离 他不是区别的全部 我要探讨的是你的刺枪 你的打扫 你的正部 占了你全部时间的比例是多少 如此而已 如果只是把人家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拿出来 说你们只会做这个 我觉得这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从刚才讲的这个 你我在这一年中经历中一些 就是真实的一些社会 关注的事件 那我们对照其他国家案例 我们可以激荡出 好吧 我们如何来对抗这一种 就是可能有一些偏颇的讯息 在网络世界 可以让它健康的呈现 我今天就先提到这里 带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谢谢 那因为他说摄影机这样拍之后 我们做了 那这个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 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官方网页 它上面有一些说 战争的时候 大家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把飞行计划 把它化成这个 我们的图案 那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譬如说 第一个是支持军队 大概是捐款等等之类的 最后一个甚至工作讲税 我就是说 一般的人民如果说 不太照自己要干嘛 其实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就好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 跟第七个这两个去掉的话 大概有12345 有五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那但是呢 在讲这个之前 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民房的概念 其实是这个样子 就在于说 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民间的防卫 那我们台湾有这个两千三百万人 那其实不但可能是所有的人 在来做防卫 很多的人就会去选择 我刚刚讲的就是 他在过自己的生活 在工作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要 真的要有一个防卫的意识的话 照理说 应该要从心开始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防卫的心 如果没有防卫的心的话 其实你往后去夹很多的技巧啊 什么等等之类 因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就好像这样的心计题 等等等等 就是那个心要很建立 那台湾最麻烦的是说 台湾其实有一群人 其实都已经有非常强烈的防卫医师 但如果说这一群人的人数是已经够了 那我们其实说真的 因为不要再推广什么东西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只要化这一群人 就所谓国家就好了 但理论上就是 我们有很强 防卫系的人其实是非常不足 所以其实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整体来做防卫的话 第一件事我会做的一定就是 防卫系的建立 就是防卫系 那防卫系的建立呢 在各国的这些 你去看军事的教科书 或者明皇的教科书 那其实第一个都会跟你讲说 文化部要做什么 教育部要做什么 你的博足意识要怎么建立 那以台湾来讲 就是你的台湾意识要怎么建立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前面之间没做 你后面讲再多的技巧 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问题就说 第一阶段其实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第一阶段除了 我们被拔分成两大队 第一大队就是 心情心理的建立 这个心理的建立呢 里面分成是自己的建立 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 我对台湾的认识 我对台湾弱点的认识 我对台湾文化的认识 另外一个是 倒过来就是你对敌方的认识 因为其实你没有敌方的话 你那个国族意识就是慢慢建立 一百年两百年 是什么有什么关系 你一定是对敌人越认识 你才会越知道说 我们在战争的角色之间 所以譬如说 中国有多少个决策的单位 中国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强 解放军的作战的顺序是什么 他们作战的守则是什么 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的飞弹有几枚 他的前舰长什么样子 他的飞机长什么样子 这种事情其实越理解在 越能够把这个心建立起来 但大家在讲这个民间防卫的时候 却比较少去提前面这一块 所以才会导致讲说 我们一开始 譬如说我们在民间 到处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练这个 你可以练这个 你虽然把技巧 跟可以练的东西都告诉大家 但你没有去建立前面那些事情 那其实这样是 以这个教科书的顺序来讲 其实是不适当的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很急着 要做这个中间的第二步 就是我讲技巧的传递 那其实最主要也不是因为 大家不懂得要建立那个前面 第一步那个新 而是因为大家时间不够 其实讲白话还是这样子 就是只好两边并坐 那两边并坐说真的 不是很容易 所以第一个我在想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想一个方案的话 其实有一些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 对台湾的认识 对于中国的认识 能够更为坚强 然后更为正确 这件事情建立之后 再往下讲第二步技巧的部分 那现在在这个图上面讲的 当然就已经是第二步了 它已经不是第一步了 所以一定是第一步 那边搞定了之后 才会有这个第二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也是就是 那个怡农他很喜欢讲那个 任性 resilience 就是说在教科署里面 那个resilience这件事情 指的都是williness 就是我愿意愿意去做 还有我愿意愿意去做 那一个都是在前阶段 planning的阶段 也就是你怎么去建立你的任性 但是你有任性之后 接下来你要做抵抗 如果对方真的打过来了 不管他是飞弹过来 还是他是资讯攻击过来 还是骇客攻击过来 还是他解放军已经登陆了 你要你要去抵抗 抵抗叫resistance 对不对 所以resilience跟resistance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的麻烦就是resilience 其实超级不足的 但我们讲了很多resistance的东西 对 那现在这一个图上面 讲的其实是resistance 他已经在讲说 你在战争的时候 你已经要做什么 你的动作 你的行为可以做哪些事情 这是另外一件事 对吧 但我们就先假设 因为今天会过来的人 我认为resilience 应该是 已经过分足够了 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是要告诉很多人 要resilience 对不对 但是第二部就是我们的resistance 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的 其实这个图是 我就直接用他们的图好了 不要用我们的图 这是他们画的图 然后第二个是做制工 然后呢 这个制工当然我认为医疗 物流等等相关应该都摆在里面 那 再来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是参加国土防卫军的意思 然后这一个是在网路上的别人作战 这个是辟谣 这个是回报武器 这个是工作跟缴税 所以大概是这几个 所以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全台湾2300万人 我预估大概有1000万人 会选这一个 所以那个 其实这个现在都做得到 也不用说特别练习 所以 这一个事情就是他只要有resilience 然后他只要在学就是在那时候不要太慌张 大概也就够了 所以其实 这样的人说 占人民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不要多想就好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几百万人 能够做剩下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general 对于民间防卫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当时在做黑熊的时候 为什么我去喊 200万300万这个数字 那就是因为 理论上就是从国具的人数在乘一十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要乘一十 那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比例去善 会不会说至少要有两三百万人做这些事情 好 但是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只是战争初期 也就是说在网路 通常来讲 我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这两个 在网路上跟别人做战争跟辟谣 大概是整个战争一直到结束都要做 他是连战前 就战争快爆发他都要做 但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比较偏战争初期 我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因为 战争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时间轴 他可能飞弹 他的话再来要制海制空穴的强度 然后登陆之类的 但登陆之后 登陆之后其实还会再分 他有可能是 partially站了台湾的某一个地方 又或者说他侧反了台湾某一个地方 最后可能就是云林跟华林 就是这个地方公投跟克里米亚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会有部分的地方被占领 那部分地方没有被占领 所以战争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是 那被占领的那些人 如果他不想要合作 那他要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我们社运厂讲的 那个非暴力抗争手折 对不对 那个其实东西本来就是跟民防有道路的相关 就是你被占领了 但是你又不想被杀害 但是你又不想要积极配合 所以你就故意规则不遵守 或者说你做事情做得很慢 什么等等之类的 就是然后但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你可能还要想办法要把地抢回来 不是吗 你被占领的地方你要抢回来 那除了国军之外 那一般人民能够做什么 对不对 大家知道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部队吗 他可能有地下的部队吗 就underbound的部队吗 他可能会有游击的部队吗 他可能会有辅助的 就是那种要提供医疗器材的部队 这三个部队本身要怎么运作 请问大家平常有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今天讲 我们不要讲游击部队 尤其这应该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但单纯的underbound的组织 这个在有些地方被占领的时候 要怎么做 这个不在这个图上面 那这个在上面做不重要 也很重要 那已经到第三阶段 就最后那个步骤了 但是那一个步骤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连那个SOP系都不是很清楚 这在很多明皇的教科书里面 是有SOP的 譬如说他会教你要怎么找人 他连找人都教你 因为你总不能找到可能会反叛的人 然后再来就是你金钱要拿来 你总要钱 如果你要武器你要干嘛 你要任何的器材你要钱 那你钱要拿来 所以我还记得看过 我忘记哪一个版本 因为我看了全世界超多明皇的教科书 我记得忘记是哪一个版本 但有一个版本他还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钱 大部分时间在战斗的时候 就是要跟犯罪其他合作 所以他还告诉大家讲说 你就应该在战前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你这一群人说 我们可能未跟犯罪其他合作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他们有这个心理准备 然后到处真的战争发生 他开始跟犯罪其他合作 然后他的道德感子都标写了 就完蛋了 所以就是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但是那一个事情是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的想法大概是 那一个部分大概是我们现在触及不到 虽然我们现在状况还是蛮紧细 那正好前面这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 心理的建设 对中国的认识 对台湾自己的认识 对我们弱点的认识 对中国弱点的认识 这个应该要清楚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这个图上面 我们大概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在物流业 我们能够做什么 那个我们在这个 那个叫医疗 医疗的相关 在医生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救护人员 还没有赶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能够怎么自我急救啊等等之类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然后还有 我们在网路上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在辟谣的都做什么 然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 就是 回报武器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这是乌克兰当地的一些flyer 就是都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 这个地方上的传单 然后我这个 我爸有9月的时候 还要再去乌克兰一趟 所以我还会再收集更多的资讯 那我们看到他叫里面要拍照 他叫里面要回报 回报那个什么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其实全民都是一种情报 就是大家都回报情报 然后给这个国军 那国军不就都知道去哪里打吧 没有错 但是回报情报 其实是一件超级危险的事情 如果你平常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多危险任意去做的话 这是不在害人 所以一般人民 他其实不一定会这么做 所以他们到时候 再有回报武器的人 我听他们讲 大概是一万多人 那一万多人 是知道自己的风险 而且也很懂自己的资案 也懂得不要被反追走 也就是说 他会去回报他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马上就隐藏自己 这种人才适合回报 懂得吗 所以真正那一个回报的系统 其实那个APP 不是每个人都有安装的 那他APP长 右上角那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去选武器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是 飞弹类的 还是什么战车类的 还是什么战机类的 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把那个回报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一个 其实我们前阵子 就已经自己做了一个系统 类似的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什么 我可以选这支什么小型炮管的 整个离开车 然后呢 他会有台湾的地图 对不对 然后你地图点下去 你的经纬度就可以上传 然后你这边写说明 然后就确认上传 等等之类的 我们又把这个系统写出来 那这系统没有很强大 应该OK 但是我们就是要尝试 至少要大家在列席的时候 有东西可以做DEMO 对不对 所以回报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我回到刚刚前面的一个图 就是说我们在最早讲的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在讲的 这一个事情 如果说我们今天物流业 因为物流业我们有这个Seven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这个便利商店 然后我们有庙宇 然后我们有这个教堂 这其实都是蛮重要的 台湾的物流的地理 所以我记得马士悦老师 以前就有常讲说 到底要怎么整合这些也是重要 阿姆斯贝人的作手 那像我们这个月开始 我们就是要从风尿作手 就是我们要去跟庙宇合作 就是我们要把特定的器材 然后寄放在台湾的庙宇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那边做练习 教会本来简单 因为大家知道教会是比较中心化的 比如说长老教会 你只要跟他这个总会讲一讲 他说哇 让我们这个1500的赏地 大家一起来用 对不对 那公庙就难了 因为你找一家公庙 然后叫大家抠起来 有可能就是有统善 可能那些很好抠了 但是要搞好朋友的事 反过来 所以就是这些物流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 博主宏会军这个概念 当然台湾还在发展当中 要怎么发展 我们还在等你们 所以就不知道 那网路这个事情 当然这两个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 所以我集中来讲 就是说网路我们要怎么做 那回报我去我就不这样 那网路这件事情 我们先粗略的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叫做全域作战 全域作战其实就是 跟俄罗斯想的混合战 中国讲什么三战 什么其实都非常的类似 那我们在应对中国的全面的 这个战争的时候 陆海洞那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右上角 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这个是情报作战 这个是网路的作战 政治的社交媒体 这个右边这一块 右边这一块包含法律战跟 这个所谓的统战 其实都在右边这一块 所以我们照理说应该是 我们台湾应该要有各式各的能量 能够应对这些事情 那通常来讲 我们在讲作战的时候 有几个单位 一个是 情报人员是一个作战单位 执法单位 就是我们的警察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一个 再来是我们的国军 这个又是一个 再来我们的特殊的这个单位 就比如说 假设以后面的国土防卫军 这又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民间团体 所以这五个 这五个不同的组织 大家彼此怎么去抵抗 这个全域的作战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 陆海洞军这个是有应对的 我们的陆海洞 当然就是对抗的陆海洞 那上来 我们的 塞巴呢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网路的 海客的作战 你说有啊 我们有自通电啊 但是他说中国海洞有多少人 中国海洞 光是官方便制的 国安部将来解放区 是十万人 然后海客的成功率 又特别好 那请问我们的那一个 警察在哪里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自通电 人不够的话 那民间要怎么协助 这边其实就是有一个地方 对不对 再来讲情报 情报作战 我们台湾有情报团团 没有错 就是国安局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国安人员 在中国 能够设计资料的人 越来越少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 民间必须要协助的地方 这个也是啊 统战就不用讲 我们连应对统战的法治都不存在 那对我们要讲法律战 法律战大概可以讲三小时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右边这一块非常平落 右上角那块 反而现在好 就认识作战了 因为现在讲认识作战的人 越来越多 所以我也很高兴 就是我们在一天到晚 只需要讲认识作战 但是认识作战这件事情 要怎么去应对 我们 大家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单位是哪个 是哪一个单位要去应对中国的认识作战 就是我们一定要讲认识作战 认识作战是 怎么讲 西方的讲法 就是舆论战 就中国要在我们台湾带风向 带舆论 那个舆论战 刚才最重要的应对的单位 再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都是刚刚的单位 哪一个单位是应该先出头 然后哪一个单位应该要去做 如果我们连这个架头 我们本身都不是很清楚的话 到底要怎么应对这样站住 理论上第一个国防部有可能 国防部里面有个政战 对不对 就是做绝光原地的这个政战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 国安局也应该要是一个 对不对 因为毕竟 但是国安局它并没有 那么长大的事情能力 它很多时候还是要违脱 调查局来做 但是调查局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吗 也不是 然后数位世界还有谁 它有一个名称跟数位有关系 大家应该很熟悉 叫素发部 对不对 那当然派素发部的网站 业务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无意批评 好像应该OK吧 无意批评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数发部现在在做什么事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民间其实蛮多人在做的 对不对 像我们这个民间有各式各样的 辟谣的单位 对不对 所以就是民间有各式各样的单位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国家的单位在哪里 然后彼此的协作在哪里 这就是很清楚 那问题是中国做这件事情 是铺垫干净的在做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 我先回到刚刚讲的 我们平常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我都跳过 因为这个是要太多问题 就是俄罗斯在进攻 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他最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轴线 一个是假消息的轴线 一个是 那个叫做阴谋论的轴线 阴谋论的轴线 其实是不好应对的 假消息的轴线是比较好应对的 那怎么应对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Ison Russia 我觉得Ison Russia 是一个大概 比较适合拿来做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 要是这边可以上网 直接给大家看可能会更快 就是那一个就是 站场上网 比如说我刚才说 有人会看到武器 他们的回报 有人看到 比如说这边 这个门都已经被打坏了 这边的人都已经跑掉了 然后大家拍个影片 等等之类的 然后上传 这个乌克兰目前 给大家上传回报消息的管道 只会有29个 这29个管道 其实太多了 他们有跟我讲说 他们真的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要是他们提早能够做好准备 让他们limit在10个米内 他们整理资料的 会轻松非常多 所以现在是太多了 那我去不管 那大家都会回报消息 那回报消息之后 就会有人去verify 说OK你这边看到了一个战机 那这个战机可能是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在地图上的哪里 他可能有 他可能没有回报到经纬度 那你就要自己做判断 又或者说那个回报的人 他没有认出来是什么飞机 那你也要帮助他做判断 然后你判断完之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图上面 所以那个图其实放大会变得很细 就是说他甚至可以跑时间的时候 就是你会看到战场 慢慢慢慢从这边 演示到这边 演示到这边 然后他每15分钟更新一次 所以如果说你是人民可以access 这个地图的话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你会知道战场现在离你多近 因为你学会很多避难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避难这种事情是 今天离你多近的时候 你避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有时候要走 有时候不要走 所以你今天战场 离你多近这件事情 是希望有一个正确的资讯 传递给大家 但重要有人work up 在这个网站上面 所以这个网站它的好处就是 不要讲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让大家可以知道什么避难 第二个好处是 只要在上面的都是真的消息 因为他被barrows反过 只要不在上面的都是假消息 所以这是战争的时候最快的辟谣方式 就是你把正确的消息告诉大家 然后告诉大家 反正没有在上面的离率当作假消息 这样就好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 以前疫情下午两点的记者会 告诉大家 今天发生这个 你没有听到我们讲的离率先当作假消息 这这才快 不然你一个一个辟谣 像这边一个一个辟谣 的确还是要 因为辟谣对于国际社会有帮助 但你对于国内要让大家一直看这个 原来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它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任务 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不好做 第一个伺服器要先在哪里 这个网站应该在哪里 这一定会被公吗 然后再来是 会不会有俄罗斯的船甲之类的 有可能 乌克兰人的做法是这样 他让那个船的人 可以那个 他必须要先跳到 那个他们 因为他们报税用app 所以你要先跳到报税的app 再跳回去 所以如果你不是乌克兰人 就没有办法走了 所以至少可以先去除掉一些俄罗斯人 在那边乱传情报 但不要忘记有第五众队 你知道吗 所以第五众队 它本身也是乌克兰人 所以这些人也还是很防范 所以一定要有人帮人 那如果说明天战争就爆发了 台湾就没有做帮人 反正的人在哪里 就是说 假设今天有一个照片 这就是我刚刚后面附给大家 就是 右边这一个照片 这我从陆上观察学院抓的 应该OK 我很喜欢看陆上观察学院 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把陆上观察学院的照片 一张一张把它定位在地图上面 像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这张照片 当然这个人拍这张照片 是因为他看到一个阿嬷在上面 中火还是什么之类的 快掉下来了 这样应该OK 假设今天有人 假设这是一个战场的照片 有人会发到这张照片 但是没有给你精卫度 那你有没有办法 在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地点找出来 或者说他今天拍到一个人的照片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人找出来 所以其实战场 我今天本来都放一些影片 那我觉得影片太麻烦了 就是像之前也有人 就是俄罗斯他们把乌克兰人 关在一个很像小学的地方 然后里面就有录影片 录了大概30秒 这30秒的东西 在Tilbert上面被流出来 请问有没有办法 看了以后马上找出来 这栋建筑物到底在哪里 然后表示在地图上面 这其实需要寄出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是需要练习的 它需要一个广泛的社群 先成立起来之后 大家一步一步平常就要做 那现在麻烦呢 就是台湾 基本上没有这个社群 目前最大的 有在做这种类似的社群呢 就是文元色 他们在做那个解放军地图 那他做的是 中国那一边的地图 所以呢 我最近我这个月 月底开始呢 就是会把这个社群把它 把它抠出来 应该慢慢 就是让任何对这个 有兴趣的人 能够进来做练习 所以我们最近也要开我们 我们也要退销了 我们最近要开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这个公开情报 搜集的课程 那公开情报搜集 我根本就不是 这不是我的专场 我总共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学这些东西 就觉得非常痛苦 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的专场 所以我记得全世界这种社群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课程可以上 所以我就把全世界的课程 全部都上过一遍 你知道吗 有一个最贵的一堂课要25万 你知道我跟Sense的课程 反正我就是全部把它上完 然后把它localize 变成台湾可以用的资料 然后把它变成教科书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种事情它一定有它的重要性 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建立起来 有人在verify之去 能够把这个东西定位出来 放在地图的某一个地方 让大家知道 这样的人数如果能够到1万人 这个对战争就非常有帮助 但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1万人找出来 这个很麻烦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说什么 你电脑要专场的人才做 反而不是 因为工具都摆在那边 这其实是很好学的 它难是难在 一定要是都不同背景的人来做 这样才会有意义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是建筑背景的 我在看一张照片的时候 我可能会注意到 譬如说 这一个 我随便乱讲的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个颜色的 可能比较多在哪一个城市出现 譬如说像这样子 又或者说 有些国外的技术很多 但国外就说台湾很多不能有 因为大家知道空拍图和卫星图 现在很多都免费的 可以点看 可是因为台湾一看下去 全部都我一间 看这些议题有点关系 这样应该OK吗 所以 这其实造成OSIN 就是公开情报所及 蛮大的困难 所以才会有台湾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不多说 但不同的人 他看事情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 假设今天这一个图 假设今天只有一个人做 他可能需要20分钟 每一种角度都尝试之后 发现原来从这边角度切入 可以把这个地点找出来 但如果今天是20个人 握个站一张照片 每一个人切入点不同的时候 马上知道照片在哪里就找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他不是需要 我一种特定专业的人来做 他反而是需要 完全每一个都不同背景的来做 就变得非常的有利 那乌克兰是官方自己call这个社群 那他call这个社群的时候 不是只有call这个 他是call到IT大军 那IT大军不是只有 跟这个有关的 包含一些硬体相关的都没有 但他们call到30万人 那他们自己是讲了 说30万人cost call 他不是每个人都那么active 刚刚在active 至少也有20万 那你想想看20万人 当然你把硬体的去掉 你说在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万人以上 一定有 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情报搜集 一直到情报发布 然后再丢给国外的媒体的时候 那就一条龙就变得很快 那你在对于国际应对的语分上面 其实就这里变得非常有的优势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可以 必须赶快来做准备的事情 那这个都是一些 像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大家知道 网络上都有很多这种测验 比如说这也是一张图 然后问你说这张图 到底它的精度尾度在哪里 你要去把它判断出来 这其实跟里面的英文有关系 一些英文的语法 什么等等的判断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本来要想说 有一些案例给大家 我觉得说这个 OCE的一些个案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是回报武器的一些方式 然后这个是无人机 很多人都会说无人机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就是有两个不同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 乌克兰的地形跟我们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怎么搜集 跟我们怎么搜集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第二个就是 会飞无人机这件事情 是一定可以训练的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第一个 会飞无人机的人 他一定有技巧 但是第一个 他前面要先有敌我一事 你看我刚刚讲 他最前面那个东西都没有了 他会飞无人机也没有意义 第二个就是 他在飞无人机 他在 这个 在查情报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 他有人被攻击 所以他会不会自保也很重要 所以他一个不会自保的人 光是会飞无人机 就是他自我的保护 以及他公开情报的判断 这些他都已经会 再被无人机 这条意义 就好像你今天狙击手 一样 你会狙击没有错 但你刚刚前面那些同学会 会狙击也没有意义 所以就算我们有一个 就是在一个台湾社会 到底要怎么把民房 build 起来 他一定有他的顺势 但我们这个顺势一直被打破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台湾没有时间 你刚刚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 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跌 其实不是重要 好 那这个都是一些真实个案 这个我觉得应该就 不太需要了 无人机军团 网络防御 hacking等等之类的 hacking这种事情 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麻烦的地方 就在于哪里 在于说 如果我们今天大量的 把我们的 嗯 我要怎么讲 譬如说假设 我们这边一定有了 比较高风险的人 比较高风险的人 容易被中国攻击 那你容易被中国攻击 的话呢 你的GPS的定位是在哪里 这其实对于中国来讲 也就是重要的出去 那现在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说 那中国要怎么得到 你的GPS的定位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平常 没有好好保护 我们自己GPS的定位 的话 那其实在战争 这就是微信之旨 因为中国可能知道你的名字 或者知道你的电话 或者知道你的Gmail账号 或者知道你的IP 有没有 这几件事情 如果它只要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四个 四取二 就可以得到你的GPS定位 那很麻烦 而且现在说真的技术已经进入到 刚刚讲这四个 假设只有IP 只要它知道你的IP 然后知道你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你的GPS定位 好像现在还蛮容易的 因为我只觉得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被中国的鸭客攻击 攻击的时候它会有IP位置 那我想知道这个IP位置在中国的哪里 我大概可以知道在什么城市 但是在这个城市精准的哪一栋建筑物 这个是不好做的事情 但其实说真的 中国政府有没有每一个人的GPS的定位 跟它IP位置的那个 一个package 这样的一个资料 他们公安部都有 他们公安部有没有人在卖这个资料 超多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中国抓尖很流行 所以他们公安为了自己赚钱 都会 就是提供出 你给我IP 我告诉你GPS定位 他们都会做这种事情 差一次两块钱 差一次两块钱的人 你知道OK 所以但你自己想台湾会不会这个样子 你看我玩那个手游 手游不是常常会看广告 换什么100个钻石之类的 看广告在30秒中间 就是转你拿IP跟你的定位 那有多少中国的手游 有多少中国代理的手游 那他拿到这些资料之后 他能不能拿来做什么 平常大家对这个解释 没有这么紧绝性 那个比较小TITO TITO不会装照片 所以呢 就是 这些都是一些 我觉得当然 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有Uber Uber 这个我觉得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 就是 他们怎么把 刚刚讲的情报 直接送回士兵 刚好不是说 很多人会回报情报 回报完之后他纵折 纵折完之后 会知道在地图上面 战争发生的状况 然后也是给军官来判断说 现在 战争是怎样打 会比较重要 但这个东西他们有一个系统是 直接把重要的情报 用AI X1 直接送到士兵的手上 所以士兵会直接 不是直接收到 直接一个指定 而是直接刷一个指定 告诉你说 现在往前那边走 一公里 有一个坎克你直接把它拿掉 譬如说像这样 那他为什么可以用 他可以那么快速 就是因为 他从回报一直到整理 用AI整理 然后就直接送给士兵 他有点像Uber 他会直接告诉 知道哪一个士兵 离现在哪一个重点最近 然后请他们直接往前进 这一套系统 其实非常的重要 是美军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这次去非常需要的 需要得到的一个资讯 通讯 大家应该都知道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秘图 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通讯 就没有意义 但因为刚刚苏老师 有讲到很多通讯 这个我就不多说 那当然就是 到底他能不能够先认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STATIC以外的替代方案 其实照理说 应该一战战来讲 应该要三套方案 他可以是一套 但是除了他以外 一定还要一套 我们的太空中心 要可以拿出什么样的方案 或者类似跟他一样的公司 等等之类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 大家如果看报道 就会发现 他的那一个通讯 就是STATIC 应该说他的上网速度 前线一推到往下 后面变超级 那本来没有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一度 也不是一度了 他们就一直在怀疑 是不是故意这样做 所以你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但是就是现实 所以在发生的事情 后面这边我都不多讲 这边都是一些真实的案例 但是只要告诉大家 想说 其实整件事情 就是说 从我们平常的准备 一直到我们到底 有哪些技术要去学习 要怎么去抵抗 一直到说 如果真的被占领的时候 我们又要该怎么去做 这每一个阶段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工作 然后又是一件很繁复的事情 然后有些人在做A 有些人在做B 然后大家彼此的合作 这个是对台湾社会 虽然是好事 但是因为时间真的很紧迫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常常会有点阻止又处 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今天我讲这些 比较前年的东西 不讲很多细节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 overview的一个 picture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说原来大概要 往哪个发向前进 你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大家彼此的合作 然后中间一定会有很多 就是连金钱 都不是很好解决的事情 需要更多的技术 需要更多人的投入 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的目的 让大家知道说 在那么大的picture里面 我可能可以做这么多 我可能可以做这一个 然后大家一起来 然后看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 就是QA的讨论的时间 那其实刚刚在听Puma 朱老师讲里面 其实我都觉得 刚刚尤其Puma 讲到一个中 不同背景化预域的概念 我就联想到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那种政治工作者 那有些那种地方政治幕僚 淘汰组织的那种助理 某一个可能一个行政序 他只要 你只要有一张照片给他 看到他买了公票 他可以把他告诉你 这个在哪一个里 然后可能哪一种建筑物 他可以马上吃得出来 我就忽然想到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包含 其实刚刚在谈很多事情 比如说 最近大家一直在谈 那个反服貌 明年六十年的这个事情 太阳化运动 那我就有点想到说 诶 其实那时候在 那个318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 那时候 就是一群NGO的人 都是固定守在那个青岛东 那一侧 然后因为像 比如说我是固定是那种 半夜的 2点到4点的这种 艰困时段 对 然后 常常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 也是像 大家想像一个 雕宝据点在那边 然后很多人常会来 跟我们讲说 诶 来跟我讲说 回报说 诶那个 听说有好几台的 那个 好几个车 现在去警察 已经都在行政院那边 准备要来进来 我们这边呢 那我 其实我基本上 我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 尤其说会有很多热心的 他不是 他不是 我都把它 想像的他不是 就是 他不是不故意 他是热心的民众 来跟你讲说 他听到谁谁谁 说 这个已经有一群 那个警察 都在哪一个路口旁边 然后回报说 请我们赶快 跟现场的这些同学 或民众 我们说要做好准备 还是要 要怎么样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就 回想到 刚刚讲说 比如说 要做一些 这个相关资讯 的 在确认 这件事情 其实在在场里面 指挥官就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常常会有人回报 可是 现在变成说 民众回报的到底是真的 或假的 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要怎么 比如说 怎么去判断做这件事 那其实刚刚谈到很多是关于现象 或情境的一些观察 那我觉得 提供了这些情境跟现象的观察 实际要告诉大家说 那针对 也许在座的各位 也平常生活当中 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境的时候 大家也许 会开始去想象 那个解放 到底如何去解放 这样子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 在 听过两位 老师的 这个 报告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想法 愿意提出来 跟大家讨论 或者是 也许要进一步 再深吻的 也可以 有吗 白线 白线 因为我在当志工的部分 就是刚好我在探线起国游戏经会 那因为祈祷他往生之后 就是有很多他的照片 是他没有标注在什么地方 所以其实他们基金会 就是这个基金会有在做 其中有一组的志工 叫做数位点查 那这组的志工的工作 就是去看祈祷所有的照片 然后标注出他的经文故事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一大群人 专门就是在练习做这个部分 对 所以刚刚一定要说 老师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那我真的应该去参加一下 这一组的志工 然后去学习一下怎么样 从照片去判断说 他是在台湾的哪里 对 所以其实他们那边是有 一群人专门在做这个工作 对 对 所以我就是想说提供一下这个资讯 这样 还没有 你要 那 提问 来 这边 接受到这边是其实在过去 台湾市场的中心 在他的方法上面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 而是非技术人也可以理解的角度 去推所谓的他的工具箱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把过去 这一整个 在记者方面这边的资源 有来自Google跟Facebook的赞助移基 一些像是BellinCat这样的OSI的组织 他们有做一些开源的 Verification Handbook 他们会把一些这样的资讯套上台湾的脉络 然后做一些稍微的在地化 然后套上台湾在地的一些案例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上面有很多 图片反 基础的图片反搜 然后 哪一些search engine 适合你们的内容 绝对人士事业都可以在上面 有其他人要 不要上台湾可以 我那时候跟上面讨论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人全部扣起来以后 他人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到时候他们如果需要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越来越轻松 因为他就可以把一个东西丢进去 会越来越多的帮他们查 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 就是技术的查证者 对对对 后面的人就会很轻松 这是给各位分享 现代军事科技的影像辨识 它是武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譬如说你现在看到追热飞丹 它的话数大概是已经到4K等级了 它的红外线头 为什么这个解析度很重要 因为它打出去追踪敌机的时候 敌机又撒热焰蛋出来 传统解析度不够了 你就看到一团热影像 飞机不见 所以飞弹就脱锁 如果解析度够的话 它那个都会辨别 OK 这是发动机的影像 这个是3个5个6个小火球 那是假目标 所以后台的影像辨识就会锁进它 接着最先进的反线飞弹 它就是用类似这样的影像处理 好这个轮廓是敌转 是敌键 这个轮廓是那个有键 它就追踪敌键 那接着追踪敌键之后 它再从热影像 再去辨别这个船的中央 这个是键桥 这里可能是引擎室 那它设定是主攻引擎室 它的影像变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以后各位伙伴可以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这个 敌我识别武器的那个 一些快速的方式 你当兵的时候 一样就是当兵 就是第一个 你可能像战卫兵 他就敌基识别 这个是哪一种敌基的等等 因为有时候古代的科技 还是很重要 那像2000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加入一个组织 不晓得有没有印象 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web开始 home page 开始浮现 从早期的PPT 各大学的季中 就是BPS 开始到2000年左右 是web出来 那时候开始 我出现一个 就是与媒体对抗 我不晓得 大家没有印象 那个媒胖 就是最早期的对抗 错假讯息的 或者是说有 开始有中资的一些媒体台 所以以前很多经验 加上现代的技术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创业 以上 来 那不知道在座各位 还没有人想要提问 或者在后面 有没有人想要提问 我刚刚有听了 小师跟普玛 然后 你们两个讲的有一个 就是共通点的地方 就是 普玛说讲到那个 比如说在敌方的时候 对抗 对抗 那个讲去一起 那有数位调宝 跟我们会自建的伺服器 那我就想说就是如果在 就是战争的时候 就挺胖比较低的状况底下 那以我来说我要怎么 获得正确的资讯 然后那种一般的网页可能是 就是很精美的网页 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是不考诱的 可能类似像 正向BTS 是最好用的地方 可是我们现在 比较主要 或者知名的BTS 在就是PPT 实际上 上面已经 就是有很多 已经在现在就是有很多 无法跟别人讲故事 那 如果到那个时候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受大家信任的 资讯交换的地方 比如说 如果那时候就是PPT 还是像这样的状况 方便我们上去了之后 也没有办法得到 是得到更错误的讯息 我就想说 这件事情 可以假承认一些 我们的BTS 我们的确好地方 要留到很低 重新让言龄风情回来 有时候 小语会来 你就放弃低低 但是我之前的想法是说 在品观这件事情上面 或许你可以 不要让所有人都access 比如说他今天是 比如说毅力为力 有哪些人是可以access 现在可以回报 然后他得用最传统的方式 在 比如说不管是内网 还是说他自己就是 大声控制 就是因为他密度很高 就是他得用别的传统的方式 把讯息传递给其他的人 就是让不要有人 全部等到在上面 这可能是一个好方式 但原来那个还是要在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功能是对付 比如说记者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他可以做报导 他比如说这个是被verified的 然后现在战争进行到哪里 不然的话 其实因为整个资讯的战场 那时候的重点 反而不会太多在国内 因为国内就是在热战 那时候反而是国外会有很多的战场 还有在国外 中国会不断的上波各式各样的 一模论会假消息 要被打击 那那个时候其实 除了我们把正确的资讯 透过像那样的到外面之外 台湾的台湾人的社群 其实就也很重 谢谢分享 我觉得这跟现在商业科技造成一个矛盾一样 就是现在平凡越多得力 有时候你去登陆一个媒体网站 就是你再看一篇文章 突然就后面的那个影像 你要重新再拉回去 那第二个就是一样 就是现在的网络技术 都是来自商业的用法 包括那个很考虑的就是Tripper 就是说那个商业网站希望留住那个 就是使用者 所以他会设计很多 包括按赞等等的 他就是同温层开始的 就是互动的那个商业的模型 他被国家级的那个组织运用之后 就变成转成一份自作战 那第二回到过去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回到过去 是我们可以思考这个价值 在战时的时候 一切条件都是比较紧切的 所以回到过去不管是BBS 或者是简单的网页的部分 那简单驾站的技巧 那加上现代科技的SSD 比较高的那个就是说效率 等等可以稍微就是可以弥补那种部分 那第三个是法规 所以就我的研究就是 在战争时期 西方国家包括代表性的法国 或是说瑞士等等的 对于这个社群媒体是直接征用的 就是说直接收入那个 就是他们的那个相关传播部位去管制 那美国是比较另外 美国他对战争跟媒体的关联 他是事后就责 那欧洲国家比较大陆法系的都是说 我事前要管制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法律 就是很很那个 左胶的一切都要自由 我现在没了他还是有 这是被细菌攻击感染 你还要讲说不吃抗生素 这种这种超超超 超左派的自由思维 吃抗生素 我刚会坏掉 那你现在就可能要变化学症 都要节肢很可能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继续 就是说比较大陆法系 或者海洋法系那种超越想组 一个情况 旺语灾 至少看你讲出一个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数位雕堡建立之后 将来铺马奖 那可能就是我们有个体系 就是这个数位雕堡 就是去中心化是一个 可是我们行星式的 那是几个新的群体 变成一个大升工 数位领长 这个是主要的 对外的那个流露 你有个接收站等等 那接着上传下载 我们都分享给那个 我们的黑客松 或是什么组织成立的一个 广播平台 接着再从这边 学到Utunet的里面去 我觉得这是这种 从架构上 我们可以就是思考到的 最后就是说 这边跟各位分享 是比较是属于个人可以做的 那比如跟政府单位的 这谈的是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性 包括法 然后最近这一年 我有很多机会到外商公司 他们很认真 就是怎么让员工在面对紧急状况 做什么做 他给我们国内企业认真 第一次经验是来自03年的SARS 外商公司开始分流办公 有些去租饭店 当第二办公室 要求他们员工不能搭同班机 就是要分两班 毕竟你得了SARS 应该会还可以继续持续作业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 就是不用增加太多成本的时候 去思考出来 也就是各位 我们在思考这些伙伴 跟你说第一个 操作性 操作性是第一层 那跟政府或等等 大概就是结构性的讨论 以上补充 大家还没有值得的问题想 应该在这里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 可能是智商 或者是什么 对他们的那种洗脑 什么东西 那我想说 与其说我们 去boss 慢慢boss boss他们的一些什么 拥甩的拥戴 或是洗脑这些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有方法说 我们看就是 用洗脑的对方他们的洗脑 就是因为你要让 让人家有 按败 然后4倍的这种东西 要去建构 然后又去 跟他们说 这个哪里有问题 然后这里是所有东西 那我们用 干脆用一种方式 就是用洗脑的东西 就是把它盖过去 盖过去 这样子操作实际上是可以洗脑 还是说 以成本 以成本的话 我们还是输给他们 所以不可以 这从几个前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实际面上面 他们有钱 所以就是说你要把资讯丢进去 其实是非常困难 他很容易删除 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针对搬强出来的小朋友 你去engage他 让他把真实资讯带回去 那他把资讯带回去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他把他外面看到的东西 他要带回去 其实他本身就要产生的东西 就是你也在害他 所以我之前在跟别人讨论的时候 比较道德感比较高的人 就会认为说 他真的害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要去engage 他们 我们之前做实验 譬如说 第一个你去隐盆中国内部的议题 比如说想打开的议题 这个是他们很喜欢的 他们很容易engage 另外一个就是民国史 中国人很喜欢民国史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是说去做民国史的影片 等等之类的也很容易打进去 或者你做一些比较跟美国议题的范围 也很容易进去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我们大概知道有哪几个议题 是容易打进中国的 那是因为 他的网路碰环实在是太严重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本来我们今天 假设我们今天两个都是民主国家 假设我是刚进攻韩国 或者进攻日本 那我只要把东西丢进去 的确他们就会造成一些混乱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对电那么强力的 对人民的心痛 那如果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中国对电那个维稳的预算 可能是比他对外人制度 还要再更高的 所以 你等于是又再对抗同一件事情 因为他其实都是一样的部 在对内的退外做 所以 丢进去反而会 再升高了更多的成本 那个成本就是 你进去的成本 再加上你本来 再跟他对抗来 就很紧重 那 不过都比防守 简单了 防守一定是最花钱的 所以理论上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这是没有错 只是说 嗯 不但会有ethical的问题 而且容易被他们递咬 那他们会说 哎 这个果然是你刚才在谈性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又或者说 他今天如果针对我们在做这种事情 他要来攻击我 譬如说他今天 不管是用黑我 还是用尸体来攻击我 我们 国家的法治上 对于这种民间组织 假设我在做这种事情 没有那种保护嘛 那你没有保护就像 一些领部很多人来做 那没有保护自己 也会害到 在座的他们 所以 他会有一些这些 这类型的问题 但如果今天国家很愿意做 我一定是举与双手赞 可是我们只是洗自己国家的 哦 你要洗我们自己 哦 那大家都被 大家都被 大家都被 那我们是有干涉 该都是我们自己的 哦 那其实这就是叙事对抗叙事啦 那 那 这当然是理论是合理的 我们本来就是可以在对内 我们本来就可以去 宣传 或者说我们可以对内 说我们的 去建立我们的国族意识嘛 这一定是最正当的做法 但问题就是在说 我们的官僚体系里面 要做这种事情 并没有想象多简单 比如说我们今天中澳的政治人物 想要做这种事情 跟你内部的集的中间的官员啊 等等 那上面很大 我以前在党场会嘛 那党场会 另外我们处理财产嘛 另外一边是 这个促转会是处理人嘛 促转会的运作就 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其实他不是卡在上面 大家刚不想要做事啊 那你卡在就很多那个关节点中间 你就是做事 这跟政战体系一样嘛 我觉得一个预算下来说 那我们来做这种 我们自己的认知作战啊 等等之类 那么不一定长官想要做 但是我觉得是合理的 就是觉得是合理的 好 简单讲 我们要先区分暂时跟平时 平时跟平时 平时很多事情不能做 可是只要我们的宪法体系 启动紧急命令或戒严 你要在我们的社群媒体 就是开启像中国那种网路长城 是合法而且正常性有的 就是你可以把那些错假去解决 就是你只要辨识出来 所以一件就是可以进程来的检票 但是这是暂时或紧急状况 民主国家的那个就是宪法制 自我保护的机制 所以在暂时我不会太担心 那在平时或者是在暂时反攻的时候 我就是要 病毒式的行销 病毒式的行销就是说 各位我 我建议有时候就是去看看企业 策略那些特别是网路的 那个行销等等 转用一下还不错 就是他们很喜欢民国史 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共产党 可是那种要表忠 所以他们就是以古风轻 就是想像民国初年那种优雅的那种 男旗袍 那民国初年那种就是文青 手上像现在很多人拿iPhone等等 就是民国初年文青是动不动都拿出槐 几点 表示自己有那个水准 然后那种就是刚刚西洋文明建筑 或是食物进入中国的时候 那种被文化冲击留下很多就是遗产 那种喜欢去回溯到那个氛围里面去 所以到那个就是民国风 到现在还是有的 那再来就是 在技术上是这样的 他们对文字的那个就是筛选等等的 那当然就是很快 可是有一个方法就是 以前我们测试过是用图形化文字 然后不同的解析度 就是说 维尼熊ABC等等的 那继续渗透一阵子 那接着他们发现之后 因为那个机器比较难电视 他们开始就是去说好 这一队的体等等的就把它给KO掉 那你要调个解析度 人也可以变质 有点像说医疗的 就是我们看色盲那一种 色盲手册那一种 你用那个技巧去转用 就变成图形化的叙述 就是共产党高快 又设摊合什么 假设来 那这种图形化的存活率 会超过大概48小时 那就是这些小小技巧 被在精进 就是在暂时要海洞的时候 你要让资讯进中国 就这样 那就是类似以前的长头师 中国 他们中国人就是从古代造反的那种 技巧太高了 长头师就是一个 就是那后来出了个什么清风浮世 是河闭关翻书 那个也是文之玉 可是很多文的看 那种长头师 齐头的有斜的等等的 那我们在数位时代下面 这工具更多 是被渗透他网路长生的 所以古藏那个就是 其实这种政治作战 从古代就有了 就是那个夏女的四面楚歌是最早的 心理战 那核心就心理战 那只是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 到了木板印刷 在宋朝都出现底爆 就中央政府今天 就是经上开了什么朝廷会议 就是一个 弄成科板印刷 传递给各省 那最后明界也出现 就是那个阿卦豹 某某大神跟他小三今天在吵架什么什么 这是清朝 明朝都卖的最好的 那到毕生的那个火板印刷 跟西方的古城堡 国际营销出来之后 有意义的大洞媒体出现 那就开始 国家跟国家 从认知作战的开始 那接着真空管收音机出来 又变成另外一个战场 就是在以太空间 这一种就是电波的对抗 民主国家的老老师福是 如边夜话 因为1929年那个经济大衰退 所以老老师福总统 每个礼拜就会有如边夜话 讲讲你故事安定国内民心 那希特勒不一样 希特勒他们就是说 因为真空管收音机它都比较贵 所以希特勒补助身材 索屏的收音机 就是索屏的收音机办法很便宜 就是专门在宣传纳粹跟政府 那些数据 但是他们又很有技巧 就是行销 这些电台不会一天到晚讲 希特勒万岁 我也开始放 华格纳音乐很典雅的等等 然后就是整点新闻就会开始 国社党的那个伟大 就是一样是行销 那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有 冬金玫瑰 就是还有那个 莉莉玛莲 就是被提捐的广播 到60年代真空的广播 就是电视它也出现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什么 甘兰提选举 往到后来越战进入柯兵 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宗媒体影像式的 那在91年的时候 电视又发挥另外一个传播公文 就是那个精准武器 十字瞄准线 让美国人看到 哦 武器这么厉害 所让你的打哪里 所以对拖弯战跟高度支持 那对越战是 强烈反对用到美国子弟兵的 那个牺牲 那这是传统定义的大众媒 接着就是大概回到2000年的那个 web开始 那接着脸书 搭着web2.0 你可以开始上去留言 以前只有BTS上面可以用什么 各个程式版啊 正当版啊 这个web之后 就是你开始留言之后 就开始慢慢变成社群 在脸书刚诞生的时候 大家记得办公室的公开是什么吗 灯灯灯 整个派公司一下子的等人的 等人的MSA 那等等等等等等 不然当然到七八糟 但到最后就是到2010年之后 由于个人通讯的这个从3G 至今到3.5G 5吹一幕又决定了每个人的那个认知 这是我们现在谈了 这是我们就随着工具也变是一个最终 但是核心就是从2000年前唱歌给你听 一直到现在 其实这个人性的那个都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小小的那个努力就是说 大家一起利用现代工具可以让清理防线 或者是反之敌人那个宣传可以达到最大化的好一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地方 我喝到最多的这些干涉 我喝到最后 还有对我不会 没有整理做的 我喝到最后 你喝到最后 所以你看看